国内在传出新的投资计划骗局 警方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相信 任何短期高回轴的投资计划 并呼吁任何参与这个名为 XFOX Mixed Biz投资项目的人士 主动到警局报案协助调查 吴吉安曼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杜斯里南利发文告指出 警方接获一名公司持有人报案 说自己公司的名字和标志 遭盗用来宣传相关投资计划 而事先事主完全不知情 报案人也澄清 他的公司和这项投资计划毫无关联 南利也借此提醒大众 如果对任何项目有疑虑 可以通过官方渠道 比如浏览国家银行警示名单 以保障自己 参与投资之前也务必谨慎小心 我还是辞过来的 当然 也认可不知情 如果有彼此人质易赌计划毫无关系 官方安列 它却来自个人质疑